我們看到賴清德接下來要面臨的是 嘲笑野大的政治現實 將會是在野聯盟強力監督之下 當初蔡政府任內的這些弊案 包含了高端 包含了錢建 如果擋不住壓力 一個一個被掀開鍋蓋的話 來 今天宇軒告訴我們 會不會變成新的2024的政治風暴呢 就像跟我們舊數字來論數字 過去曾經當選過最低的票數是誰 是陳水扁 那時候拿下大概38% 39% 而當時的狀況確實就是嘲笑野大 但如今又這一個局面再次出現 這個人叫做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雖然拿了558萬票 但他平均大概只有40.05 僅次於陳水扁歷史上第二低 所以大家都講說 那你未來的執政 這代表一個概念 你的民意基礎非常薄弱 因為有高達6成的民眾 其實並不認可你作為總統 比起蔡英文曾經拿下57% 甚至上看58%來講 那個時候叫做什麼 全民眾的概念大不相同 所以我們看到 當賴清德面對這種 嘲笑野大的時候 他對他的勝選感言 其實表達得非常清楚 他主共有兩個訴求 第一個叫做 這個是抗中保台的勝利 所以顯然賴清德要往哪邊去 依然是基本教義派 他並不如過去 蔡英文在執政的時候 直接講說希望能夠朝野和諧 這些概念提得非常少 而第二個點就是他跛腳擔憂的點 他說國會 國會 國會 講了好多遍 因為國會很重要 他深按一個道理 我足足比蔡英文少了18個百分點 倘若未來國會 我沒有辦法取得共識 恐怕執政之前得先摔一跤 所以謙卑 謙卑再謙卑 這一句話又要端出來了 所以老柯出現了 這個老柯各位 不是你熟悉的柯文哲 是柯建民 柯建民直接暗示了 未來立法院可能算話說 未來朝野對立會很嚴重 我面臨挑戰 判以對話來替代對抗 而這個所謂的對立 你會想到底是誰 我跟各位報告 不一定是國民黨 包括民眾黨這三黨之間 很有可能隨著民眾黨的左右搖檔 今天我立法院政府院長 我可以支持國民黨 明天我這個法案 我可以支持民眾黨 我可以支持民進黨 他在這當中 不斷的遊移 不斷擺盪 所以這個所謂的對話 恐怕是三角關係 但現在民進黨最擔憂的是 如果受到在野制衡 我跟各位講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合作 哪幾個項目 他說黨場會 促轉會 我認為不公不義 應該要關 是不是就得關 我認為今天部會 改要限縮格局 我把原本已經升格的部會 再次降級 藉以控制預算方案 都會造成賴清德在執政上 非常大的困難 我剛才講的叫做預算審查 以及整個組織架構 但與此同時 還有法案的問題 諸如我們講潛艦國照 諸如我們講光電弊案 諸如我們講高端爭議 而這些通通都會變成 國民黨跟民眾黨合作 以及增加聲量 增加流量 爭取民意 打擊執政黨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但現在大家不僅想問一件事情 大選落幕了 但高端呢 所有的合約好像雲淡風輕 因為現在薛瑞人就跳出來講 他說我在等啊 等高端看他什麼時候要跟我講 等於是把這個球又丟給民間單位 而王立勝現在也主張說希望能夠公開 會和高端再聯絡問盡度 但事實上講了老半天 就是什麼也沒發生 好你剛剛一開始破題提到了 賴清德這次的得票數 僅次於陳水扁 史上第二弱勢的直選總統 背後看到什麼 這個警訊還滿嚴重的 現在不解決四年後 你怎麼辦 年輕選票 現在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817跟賴清德的558 差別差在哪 你說260萬票 或者精準講259萬票 事實上最重要的就是 20到40歲的年輕族群 幾乎我們可以講斷定的是 80%以上都留到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民眾黨 這個人叫做柯文哲 而這是過去民進黨 從來沒有面臨到的困境 因為以前民進黨只要做一件事情 爭取到年輕選票 得年輕者得天下 我就可以勝過民進黨 勝過國民黨 但是現在小立元星星就出來講了 相比賴清德以蔡英文 少得這個18% 跑向柯文哲 民進黨人士也在擔憂 年輕選票潰敗 請聽年輕的聲音 成為民進黨的首要課題 但我必須坦白講 這一股力量 即便現在轉移到民眾黨身上 但是民眾黨 因為大選結果不如預期的狀況下 可能會產生會散 可能會產生猶疑 其實這不只是賴清德的問題 我反問一件事情 國民黨難道就不需要爭取 年輕支持的選票嗎 這個叫做傳統老店 不管你是從改革開放解言之後 得到的民進黨 又或是已經長達百年歷史的國民黨 都得要學會這個課題 就是未來你該如何跟年輕人對話 該如何讓年輕人看到你 民眾黨並不老 觀眾朋友在他的戰將當中 也有多少可以幫年輕人代言 比方我們講太陽花世代 這些也都在戰隊當中 為什麼這一次年輕人不買單 這叫潮起潮落 當時這些太陽花世代 隨著太陽花的風潮逐波而上 如今潮退了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潮退了就跟著殞落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這個故事述說著一個概念 今天吳佩毅是不是年輕人 黃傑是不是年輕人 賴品瑜是不是年輕人 吳甄是不是 苗伯雅是不是 曾文學是不是 結果只有一個人 就是吳佩毅 還有太陽花的黃傑 這兩位當選 但你講其他幾乎重見落馬 而且包括所謂的民主大聯盟推派 親一色都是年輕人 怎麼沒有每個都當選 這說明一件事情 不是因為你是年輕人 就能夠爭取到年輕支持者的認同 有時候像王世堅年紀很大 但他一樣高票當選 所以代表著你要如何去跟年輕人溝通 如何去跟年輕人讓他們接觸 雖然說抖音 柯文哲透過這個方法獲取了大量選票 每天在那邊炸裂舞 真的是有效果 但這個方法只是在告訴你一件事情 必須要轉換你的概念 轉換你的形態 否則都會被歷史給淘汰 好 陽明 潮小野大的政治現實之下 面臨在野黨的強力監督 過去不能掀開的鍋蓋 現在一個一個如果掀開 比方說高端 會不會鑿成更大的政治風暴 對 民進黨的好日子 尤其在國會過半的好日子 就到1月31號 2月1號開始 再也沒有國會優勢 所以呢 尤其國會現在進去了很多戰將 謝龍健 黃國昌 這些 葉元之 對 葉元之 王鴻威 王鴻威 徐曉昕 是 羅志強 還有很多 所以未來的國會精彩可期 那很多議題不是上個禮拜六 投完票就沒事了 高端合約 會完待續 還不公開嗎 對 還不公開嗎 還有包括之前有很多的弊端 一個一個通通都會被挖出來 那過去很多的行政官員仗著立法院優勢 所以呢 你看以前的行政院長 不必去挖 叫什麼 有沒有 每個都很傲慢 連陳建仁在上個禮拜的臨時會 居然是 明明自己講錯誤的資訊 他說那個高端採購有 有決標公告 那邱行是說沒有 他說 你不可以公白插 他去講立委公白插 結果最後事實證明 他搞錯了 陳建仁在國會殿堂上面 羞辱國會議員 而且還是錯誤訊息 你看這種阿靶的嘴臉 在明年 在今年的二月一號開始 我們等著看 官員一個一個可能都會慈眉散目 謙卑謙卑再謙卑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未來的國會 多數黨 應該說多數的席次 掌握在在野黨手上 那未來如果 倒閣權 真的要發動的時候 倒閣很簡單 三分之一的席次提案 過半就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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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選立院龍頭一樣 如果民眾黨跑幾票過來就過關 又是五七報新聞 所以我說這個只要 只要到時候是在野黨團結 對抗執政黨的時候 尤其很多的議題 如果是民生議題 造成民怨 在野黨不怕你 為什麼 倒閣有可能 總統還可以解散國會 可是如果到是民怨士氣的時候 我倒閣剛剛好 因為你解散國會 在野黨可能選得更好 所以敢不敢 就要跟這個執政黨來對賭 所以未來的國會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 賴清德的第一個挑戰 行政院長要挑誰 誰能夠跟所謂的在野多數 有比較好的溝通互動 可能就是關鍵 好 原知 辛克立委你怎麼看 我覺得賴清德他在第一屆 他不會想要把這個兩會關係 把他搞 兩院關係把他搞壞 為什麼 第一個 因為他是少數總統 他來四成而已 他會希望競選連任 那如果他把這個兩院關係 搞壞的話 那他在立法院 他很多施政 他會推動不了 那他到時候會沒有政績 所以我認為他不會像蘇振昌那樣子 他會一開始 他一定會放軟 那這一屆立法院 也有很多手段可以制衡他 除了陽明講的倒閣權之外 因為藍白這一次 確實在國會是有過半的 然後行政官員什麼時候 最聽民意機關的 就是審預算的時候 那個審預算的時候 簡直就是客氣都不行 那以前因為民進黨 他們有過半 他們可以不理在野黨 但這一次他再不理在野黨 我覺得他會促成藍白的合作 如果在預算方面 可能就不讓他通過 或者是在通過的時候 一些附帶決議 像高端的事情 他如果說要凹到底 就是不能公開 那我們可不可以在審 衛福部的預算的時候 講說你現在要再採購 別的疫苗是不是 請你把之前的疫苗的問題 先把它講清楚 否則我怎麼知道 你之後採購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這個部分就可以透過 附帶決議或其他方式 要求他公開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 我覺得在曹小野大過程當中 第一屆 第一任的立法院 應該就是賴清德 他自帶會放軟 然後再加上就是 這一次的國會 有很多戰將都進去了 我覺得他 他要跟他硬碰硬 不見得有逃得便宜 洪威 對賴清德來講 除了立院的曹小野大是挑戰 另外一個挑戰 接到鑰匙 車都還沒有上路 外交地雷已經炸開了 沒有錯 而且呢 才當選短短兩天 諾魯就以突襲式的方式 宣佈跟我們斷交 那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 沒有面子的事情 那這也顯示出 就是賴清德 他當選總統之後 他要面臨的挑戰 有多麼多麼的困難 那麼而外交部 實際上吳釗燮 他上任以來 我們陸陸續續 斷交國家高達十個國家 所以我真的覺得 吳釗燮還好意思 繼續在外交部長的位置上嗎 外交部都已經變成斷交部了 因為事實上 這個前諾魯的這個總統 他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還來臺灣訪問 來臺灣訪問 還跟蔡英文一起吃 這個香草冰淇淋 那時候還好要代表 我們的邦誼非常永固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總統一回到 這個諾魯之後 立刻的就是不幸任 要下台了 然後今天我們就換來了 諾魯跟我們斷交 而諾魯跟我們斷交事實上 他還有一些地緣政治上的意義 因為大家都知道 諾魯他是太平洋島國之一 這幾年就是中國和美國 以美國為主像澳洲 英國日本 事實上在太平洋島國的 整個的影響力 雙方事實上是互有親家 互相都在發揮影響力的 所以今天其實有媒體就問外交部說 那麼諾魯跟我們斷交 美國知情嗎 美國知道嗎 現在連我們都不知道 美國知不知道 台灣如果說今天我們要在國際上立足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國際舞台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當邦交國一個個跟我們斷交 而我們束手無策的時候 那你告訴我們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什麼 我們到底用什麼樣的一個 沉積告訴國人 我們真的是在外交舞台上 當民進黨說要上架台灣 結果我們的邦家國 把這個中華民國給下架了 把台灣給下架了 這不是反其道而行了嗎 Internet 吃起來 吃起來 那真的是 吃起來 吃起來 吃起來